在寻找与参照函数里面,第一个lookup 那lookup这个函数主要诉求是 大概就是分成两边 在F栏做中间,这边的话是资料 这个资料有点像资料库 资料库基本上就长这样子 就是里面的话有 比如说有五个栏位嘛 那分别是编号、姓名、总销量、名次跟业务水准 那如果我今天 这边有个,这个叫资料 这个叫什么,这边叫做查询界面 也就是说我今天可以怎么样 输入一个编号,自动帮我带出什么 他的其他资料的话,要该怎么做 所以特别说这个作用是资料在这边 然后界面在这边 不过通常是把它分开来的 也就是说这个资料是在另外工作表 然后前面的这个叫查询界面 是在另外工作表 一般我们就查询界面点下去 那就输入就可以查到资料 但你也不用管说后面的资料在哪里 因为它自动帮你带过来 那怎么做 第一个,这个它输入005 我们势必要把这些资料带过来 对不对 那怎么带过来呢 第一个我先把它自中好了 先把它自中 再来的话插入函数 插入函数有几个方法 你可以找到什么,检视与参照 里面的话呢 就可以看到一个叫lookup函数 那检视与参照里面 除了我们这边范例有的之外 其他函数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不见得我没讲到的就 也许你可以踹踹看 看看这个有什么作用 OK,lookup函数我们来看一下 那lookup函数呢 他会问你说要选是哪一个 你就选预设这个按确定 那特别注意他的原理原则是这样 第一个他会问你说lookup value lookup value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这个 我要查询 lookup value指的是 你要lookup就是查询 value就是你要查询的值 OK,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你要查的这个lookup的 这个在哪个范围 那我要查的范围在哪里 就是它的编号 我根据编号 所以第一个给它编号的位置 第二个就是result的vector result是说 你要带过来的是哪一栏 那特别注意哦 他们两个之间是什么 是相对的哦 也就编号相对于 找到这个005的旁边 所以把姓名的地方选起来 OK,选好之后的话呢 你直接按确定 这个时候呢 你就抓到什么 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这个 它的名字 那如果你上面的名称 把它改成006 enter一下会怎么样 有没有 你会发现哦 006相对的位置 就李明镇 那如果你00多少 009会怎么样 他会抓008的 OK,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第一个 那不过你们会想到一个部分 就是说 刚刚有讲到的 什么地方 你会发现哦 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用名称来代替 对不对 所以哦 如果将来你们再用那个 呃 简式相关 luga 或vuga 都可以用名称来代替 那怎么样给名称哦 其实我觉得用名称比较好了 第一个 我有五个 五个名称 它的范围在下面 主要是 明镜 所以说 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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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李宗监